哦 太熱 熄火啦 太熱啦 在半路啊 熄火啦 要 要拉手煞車拉手煞車 然後停放路邊 停放路邊 哦 你看 這水箱蓋喔 不能打開喔 不能打開 不能打開 哦 水蒸氣噴出來 眼睛啊 臉啊 都會毀 都會濁傷 嚴重濁傷 已經有人這樣受傷過 哦 車廠老闆說 只能從前面這樣澆水 只能從前面這樣澆水 太熱了 太熱了 為什麼這個 水箱散熱功能這麼差 車人二十多年的老舊 修型的只有一個烘扇 新型的兩個烘扇 氣候變化異常 氣候變化異常 手機顯示 溫度三十七度 現在十二點半多了 氣溫三十七度 三十七度 人體體溫三十七度C 外面溫度這麼高呢 三十七度 太熱了 太熱了所以遲遲會 是 吸火了 那 澆一澆水 休息一下 再 休息個十分鐘左右 再開 不要開冷氣 比較不會吸火 太熱了 快步 現在開� emission 電汽管 駁破眼 fossils 現在大概不到 擔任 第二個 烘焰 感谢观看